不知道你们对动物园怎么看 这个大男孩说动物园简直糟透了 动物就应该生活在广阔的野外 而不是关在笼子里供人类欣赏 试想如果人们像动物一样围观你受苦的样子 你会做何感想 旁边的女人陷入了沉思 因为她就是那个被人围观的小丑 有时她坐在大雨倾盆的街角 有时她睡在清晨冷冽的墙边 更多的时候 她会拿着她唯一拥有的粉色手机箱 走在自己挖掘的无尽地狱中 她叫Leslie 一个堕落的封批 关于她的一切 要从那个幸运日开始说起 What do you plan to do with 190,000 smack a roo I don't know maybe buy a house bu some nice for my boy you know just have a better way Go to buy one Dricks are on me Lesslie用6年时间将19万美元挥霍殆尽 她没有像金钱一样回到原点 金钱离开后她比人生中任何时候都要潦倒 圣无分文的Lesslie总是跟房东说救助一晚 但是今天这一招再也不管用了 没有人会同情一个堕落发臭的酒鬼 跟着Lesslie一起被赶出房间的还有她的一些杂物 这是粉色手提箱第一次出现在画面中 Lesslie只带走了她然后满嘴脏话的离开了 就算没有了容身之所 就算生无分文 杯中酒依然不能停 没有钱付账怎么办 Lesslie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男人 或许卖弄一下风骚 她就能得到一捆救命稻草 但是很遗憾男人不是什么时候都靠得住 尤其是当一个女人青春不在的时候 最后只能是Lesslie的右眼为这场酒买了单 她躲在街角瑟瑟发抖 身旁是那只粉色手吉香 有人喝着咖啡悠闲的欣赏着这场大雨 有人则来担心今晚会不会冻死在街头 这张破烂的纸上记录着Lesslie所有亲朋好友的联系方式 她用自己的信用逐一毁掉了曾经建立起来的亲情和友情 最上面那个没有被划掉的是Lesslie的儿子詹姆斯 要不是身处绝境 她或许这辈子都不会给这个孩子打电话 Lesslie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太阳是如此耀眼 这一刻我理解了为什么她不愿意见自己的儿子 她是那么的丑陋不堪 像一只生活在暗处无法适应阳光的老鼠 詹姆斯战战兢兢的躲在角落看着自己的母亲 好像随时准备好了退路 但是眼见如此落魄的母亲 她没有多想便迎了上去 这个19岁的大男孩开着车述说着自己的生活 他在什么地方喝咖啡 他喜欢哪一家餐厅做的排骨 只是六年未见儿子的Lesslie 看上去有一些不安和别扭 一面走下来的是詹姆斯的邻居 这个男孩大大方方的介绍起了自己的母亲 哪怕Lesslie看上去和街边的乞讨者别无二致 这是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 詹姆斯和自己的好友住在这里 儿子还记得母亲喜欢吃云吞面 但是Lesslie一直望向窗外 不敢看詹姆斯的眼睛 儿子的房间并不大 角落里放着一把断了弦的吉他 正如Lesslie当下的人生一样 电话里外婆一再地警告詹姆斯 小心自己的母亲 但是善良的儿子依然选择再接纳一次Lesslie 很显然母亲身上的衣服肯定是洗不干净了 詹姆斯想着给Lesslie挑几件衣服 临到结账的时候 这位母亲还象征性地刻起了一把 他说自己还没有到买内衣 还要儿子掏钱的地步 他想在儿子面前留点尊严和面子 但现实是包里连半毛钱都抠不出来 有了遮风避雨的房子 有了干净的衣服 詹姆斯对着母亲说 你想住多久都可以 只要遵守一条规定禁止饮酒 Lesslie也信誓旦旦地答应了 他说自己已经痛改前非再也不去酒了 结果等儿子第二天上班 一出门Lesslie的酒饮就犯了 他在房间里各种饭箱倒柜 最后是在詹姆斯朋友的卧室里找到了钱 准备出门买酒 又跟这位猥琐邻居打了照面 在美国公共场合饮酒是犯法的 但是我们来解可管不了那么多 抽烟又喝酒 活到99 这才是Lesslie丑陋的真面目 这才是放荡不及爱自由的一天 这更是他六年来无限循环 发烂发臭的每一天 白天Lesslie是堕落的酗酒女 晚上他又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 这位黑人小哥就是詹姆斯的合租好友 显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钱已经被偷了 第二天早上Lesslie不太走运 他翻遍了整个房间一毛钱都没有找到 更加要命的是他偷钱的事情 东窗事发了 好友把钱的事情告诉了詹姆斯 这位好儿子发现事情不对 连忙从建筑工地上赶了回来 找了一圈Lesslie没有找到 到时在床垫下面找到两空的酒瓶 敲门问隔壁邻居 猥琐男的房间里放着曼妙的音乐 但是他说今天自己并未见到Lesslie 儿子很着急 几乎找遍了镇上所有的酒吧 结果回到家 母亲就这样抽着烟醉醺醺醺的坐在沙发上 Lesslie满口谎话 一会儿说他哪也没去 一直坐在这里看电视 一会儿又说自己出门散步了 除了他自己 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喝大了 那么没有钱 他是怎么喝这么嗨的呢 詹姆斯立马想到了自己的邻居为所难 Lesslie可以为了一杯酒 放下自己不太多的尊严 但是你让詹姆斯怎么办 除了用暴力和冲动挽回尊严 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19岁的儿子想再给母亲一次机会 但是Lesslie肆意践踏了詹姆斯的信任 他满嘴谎言 他偷钱 他酗酒 六年前 他不辞而别伤害了自己的孩子 六年后 善良的詹姆斯又被狠狠地伤害了一次 I'm not going to do this again I'm not You What about me You We were supposed to have a good life I don't want this for you I had a good life until you showed up I'm not even twenty I can't even drink yet And I have to take care of my mother I have to take care of you I made one rule No drinking And you couldn't last a fucking day I'm sad I can't help it Lesslie说自己太悲伤了 她恨那个无法控制酒瘾的自己 但是除了悲伤 她无能为力 詹姆斯拨通了一个电话 希望电话那头的人可以想到办法 当然那个人一定不是对Lesslie 造成童年阴影的母亲 You do not call my mother She is my mother You do not call my mother You leave her out of this 詹姆斯一直在楼下等着警车赶到 他会让警察把母亲送到开往目的地的客车上 那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也是女主结婚 生子 然后重大奖的小镇 Lesslie不想回去 她苦苦地哀求儿子让自己留下 但是詹姆斯已经看够母亲的堕落和谎言了 I hope that feels you cut 她的午后温暖的阳光 Lesslie拿着粉色手提箱 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小镇 回到了人生的原点 来接她的是女主的公公 詹姆斯的那通电话就是打给了她 电影并没有交代Lesslie丈夫的情况 根据我的猜测应该是一年早逝 所以在中奖之前 女主和婆家关系一直很紧密 但是六年过去了 Lesslie干的那些混账事情 让老两口非常愤怒 她说自己是投资失败 汽车被偷才会变得如此潦倒 但是这些鬼话只能骗骗自己的自尊心 小镇上哪个人不知道 Lesslie已经变成了一个挥霍无度 抛弃儿子的酒鬼 母亲带着奖金去大城市逍遥了 这六年是老两口把小詹姆斯拉扯带大 要不是孩子求着让他们收留Lesslie 老两口是不可能让女主那么轻松地走进家门的 看公婆这打扮以前 那也是相当的放荡不羁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开始有规划的工作和生活了 你Lesslie住可以 但是不能白住 明天开始 她得跟着公公开始刷漆的工作 晚上的篝火聚会 几个人聊起了幸运女孩Lesslie 有人无法理解19万美元 她是怎么全部挥霍完的 这时候一位戴帽洛塞虎的男子 突然站了起来 她的名字叫皮特 后面还会继续出现 她想去挑衅和嘲讽一下这个女人 小镇太小 大家都太知根知底了 这或许就是Lesslie宁愿死在外面 也不想回来的原因 大早上一起来 就给了这个老头当头棒喝 婆婆说 这罐黑皮就是你儿媳的早餐 有酒饮不好借 我能理解 为了自己的人生 你好歹努力一把呀 但是这婆娘是完全不知道 珍惜和反思 老头看到Lesslie的态度 那就是不知悔改 能憋住不骂人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婆婆已经忍不住了 Lesslie从早上一直忙到天黑 说明她是有改变自己的意愿的 但是婆婆实在无法忍受 跟儿媳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再加上Lesslie并没有洗心革面 为此对老夫妻在房间里 因为女主的去留大吵了一架 Lesslie听着他们的争吵 实在刺耳 扭头就往深渊里面扎 福特加她直接一口闷 然后再是一大杯啤酒打底 还没怎么喝呢 Lesslie已经把下一轮酒给叫好了 几轮下来 女主有没有喝尽兴 看她还剩多少衣服就知道了 我们之前就见识过 喝完酒的Lesslie很喜欢找男人 我理解为这女主的一种自救方式 换句话说 她认为靠自己不行 只有身上贴着强大和权力标签的男性 才能把堕落的自己拉出泥潭 但是事与愿违 热情的拥抱把男人吓退了 Lesslie又变成了 独自在钢丝绳上跳舞的小丑 离开的时候 皮特再次出现 猜猜她会把女主去酒吧的事情告诉谁 很快 繁琐的玻璃门给了我们答案 Lesslie的公共婆婆忍无可忍 将她赶出了家门 是的 女主又变成了 只拥有粉色手机箱的流浪汉 深夜他漫无目的的在这个小镇上游荡 累了就靠在墙边睡着了 闹琳是铁锅和勺子相互撞击发出的声响 被惊醒的Lesslie起身就跑 甚至忘了拿自己的粉色手提箱 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叫Sweeney 和另一个男人小罗合伙经营一家汽车旅馆 小罗好奇的打开了捡回来的手提箱 不管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Lesslie都一直带着这个箱子 里面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 当小罗从箱子里找到这些照片 他终于知道这个箱子的主人是谁了 Sweeney是六年前来的这个小镇 所以他并不知道Lesslie的故事 小罗说这是一个以梦幻开始以悲剧结尾的故事 这么一说 看着照片的Sweeney更加好奇了 而在汽车旅馆对面的草堆里 Lesslie蜷缩的蹲在地上 他正在经受着酒饮的折磨 他都没想走进超市买几瓶带劲的烈酒 但是Lesslie身上连一毛钱都没有 这时候皮特第三次出现 他给女主买了食物和烈酒 当然皮特的目的并不单纯 想当年Lesslie也是小正义之花 多少男人都排着队的追求他 皮特也是其中一员 这个男人说 你看我可是有残疾补贴的人 我养你啊 然后就准备霸王硬上弓 之前我一直以为Lesslie为了酒可以没有底线 但是这里的反抗让我明白了 他的烂还没有到无可救药 深入骨髓的地步 Lesslie在酒吧里卖弄风情 并不是想用肉体换酒 而是被伤无助后向陌生男性释放的无声呼救 汽车旅馆的对面有一间废弃的雪糕店 Lesslie准备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凑合一夜 第二天一早 他回到了汽车旅馆 准备把自己那个粉色手提箱再找回来 斯维尼则在玻璃后面观察着这一切 从儿子再到公公 幸运的Lesslie一直都不缺机会 这一回又轮到斯维尼站出来想拯救他了 这个男人愿意给女主一个工作机会 十星期美元包吃包住 工作内容是打扫旅馆旁 Lesslie一听包吃包住还有钱拿肯定乐意 但是小罗不乐意 他在这个小镇长大 Lesslie的故事听得太多了 他实在无法理解斯维尼为什么要请一个酗酒成瘾的烂人 不管怎么样 Lesslie又又又有房间住了 不止如此活还没干呢 我们的大圣人斯维尼就准备预知薪水给他了 他从钱包里掏出50美金 Lesslie没全要 拿了其中的30美金 说明女主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原则的 工作时间从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 Lesslie直接睡到了10点钟 借口还挺多 都怪闹钟没有响 毕竟第一天上工嘛 斯维尼认为能够理解慢慢适应 但是清洁工作你总得做到位吧 一个房间还没做好就坐在门口抽烟 小罗进屋一检查 桌上全是灰尘垃圾桶里面的垃圾也没到 洗床灯被套的时候 那烟酒也是不离手啊 先不说安全隐患吧 就这工作态度 佛祖看了也得摇头啊 但是斯维尼比佛祖还佛祖 他说粘在地板上的顽固屋渍 你得费点劲才能擦掉 这其实和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 Lesslie说她好像听懂了 同时也惦记起了另外那20的预知款 斯维尼也是很有意思 可能是有意试探 她从钱包里拿出的不是20美元 而是30美元 果不其然 Lesslie依然只拿了其中的20美元 有了钱之后 女主是直奔酒吧 正好看到自己的婆婆可谓是冤家路宅 才工作了一天就嘚瑟成这样 赶上来嘲讽婆婆了 不过剑拔弩张的气氛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婆婆看着喝得摇摇晃晃的Lesslie流露出些许的悲伤和感叹 毫无悬念 喝得烂醉的女主又睡到了10点 再慈悲的菩萨也禁不住你这么躁啊 这是第一次斯维尼没有给她好脸色 小楼也由衷地送上了良言 樱木降临两个男人采购完电器回到了旅馆 Lesslie只说了一句话 我保证你一粒灰尘都找不到 我记得小王子里面有那么几句台词 你为什么喝酒 因为我羞愧 你羞愧什么呢 因为我喝酒 孤独悲伤空虚寂寞 这些情绪通常会在Lesslie酒过三巡后出现 但是今天不一样 乡村酒吧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刻 Lesslie即将被赶出这间酒精安全屋 耳边传来的音乐声唤醒了她早已被酒精麻醉的记忆 小镇的空气里还残留着Lesslie美好的回忆 树上还留着她客厦的儿子詹姆斯的名字 树的旁边是女主曾经的家 一个天真的孩童帮Lesslie打开了门 记忆扑面而来 在她的内心里跟酒精一起翻江倒海 曾经她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单亲妈妈 生活不算富裕但是很幸福 她优雅过善良过那时候也没有染上任何恶习 是什么东西让Lesslie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是突然出现了金钱还是她那颗向往堕落的内心 鼻腔里的酒臭味开始消散 全而带着的是一股浓烈的悔恨和酸楚 Lesslie依然沉浸在记忆之中 只是她已经对这里的新主人产生了困扰 接她回来的斯维尼当然会生气 Lesslie这可是私闯民宅 况且她还是喝醉酒的状态 斯维尼一句话都没说就回屋睡觉了 她没有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 即将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简单的物归原主成为了最关键的一环 这个破旧不堪的粉色手提箱是Lesslie的宝箱 里面的那些照片就是她的宝藏 那是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路 Lesslie一直试图抓住外力给她指明正确的方向 殊不知照亮前进方向的火苗 一直紧紧地拽在Lesslie的手里 她突然意识到既然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那么也只有自己才能战胜自己 六年来自Lesslie第一次驱赶迷人的酒精 但是Sweeney要放弃了 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度化一个堕落的酒鬼 之前预知的50美元她也不要了 只要Lesslie能赶紧离开就谢天谢地了 身后的小罗笑嘻嘻 早跟你说这种烂人你度不了 但是今天很反常 Lesslie大清早就开始了工作 一个不知悔改的人我们称为烂人 一个没有底线的好人我们称为烂好人 很多人都愿意给别人一次改过的机会 但是很少有人愿意给别人第二次机会 冥冥之中两个烂人就这样相遇了 看到Lesslie真诚的眼神 Sweeney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 女主也没有浪费这次机会 她对工作不再懈怠 她也放弃了抽烟喝酒的那只手 只是戒酒后的症状让Lesslie痛苦不遗 夕阳西下又到了晚餐时间 突然戒酒饮对身体的影响很大 Lesslie手抖得厉害 无法轻松把食物送进嘴里 香甜的橙汁对她来说就像毒药一样难闻 Sweeney有很多为什么想问 但是Lesslie还没有到想开口回答的时候 这个男人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个女人 于是就聊起了小罗的怪癖 那一声动物般的吼叫就是小罗发出来的 有时候她还会在深夜脱光衣服裸奔 Sweeney或许想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堪 又或许想帮助痛苦的Lesslie转移注意力 都是音乐可以给人力量 它让我们遍体鳞伤地穿过满是荆棘的人生时 依然可以微笑面对未来 把这首歌献给所有错过挣扎过改过的人们 我们尝过地狱的滋味 自然也会珍惜和煦的春风 替你也会珍�� 你能 możli rất过 有没有 这一夜实在是太难熬了 Leslie几乎没有合过言 就算是在身体极端不适的情况下 她依然不折不扣的完成了清洁工作 长夜漫漫这是Leslie最难熬的时刻 无法入眠的时候 她会一直盯着对面废弃的雪糕垫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斯维尼很担心女主的状况 深夜了还在旅馆外面徘徊 Leslie真的应该感谢她 没有斯维尼给她的第二次机会 或许Leslie也无法完成自己的蛻变 他们坐在长椅上聊了很久 女主并不是斯维尼第一个帮助对象 小罗才是 这小子年轻的时候嗑药造成了大脑永久性损伤 正常生活没有问题 但是让他看账单 经营旅馆就不太行了 所以作为小罗的朋友 斯维尼留在了这个小镇 两个人一起经营起了这家旅馆 至于为什么会帮助Leslie 其实是和斯维尼一段失败的婚姻有关系 这个男人之前在油田工作很少回家 由于对婚姻的疏忽 他的前妻和Leslie一样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最后是在教堂里把酒瓶给借了 然后就跟着牧师跑了 不管是信仰的力量也好 所以说没有任何区别 他帮助Leslie的初衷或许不纯粹 他想把对前妻的亏欠 弥补在女主的身上 但是斯维尼的目的是朴实的是善良的 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小镇嘉年华 到时候镇上所有人都会聚在一起 斯维尼希望Leslie可以参加 集体活动对她有好处 换做别人这么说 女主铁定不会去 但她可是斯维尼 Leslie黑暗路上的那道光 嘉年华如期而至 人来风的小路已经嗨起来了 斯维尼把这些女儿和外孙女介绍给了女主 一切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美好 他们陪着孩子一起玩耍 他们跟着音乐翩翩起舞 直到一个小男孩靠近Leslie 他说你就是那个重大奖的人 他问出了大家都想问的那个问题 你的奖金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 电影走到这里 其实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Leslie准备向前看了 但是所有人想到过去来嘲讽他 要不是斯维尼的邀请 女主已经准备打道回府了 他说他拒绝不了那首美妙的舞曲 小罗心灵眼亮 他知道Leslie是拒绝不了 和那个男人的双人舞 这是凡人的皮特第四次出现 一首舞曲还没有结束 他就站在桌上 演起了Leslie的堕落往事 换做以前女主一定会破口大骂 但是他现在变了 他已经不是那个堕落的酒鬼了 他学会了自行 学会了在惨痛的教训中反思 Leslie的这段话是在说皮特 也是在说他自己 当然Leslie也有一个致命的伤疤 一个斯维尼不知道 而且不想被任何人掀开的丑陋伤疤 在热闹的嘉年皇上婆婆当众 撕开了那道伤疤 13岁 14岁到19岁 詹姆斯的人生里没有母亲这个角色 Leslie很自责也很痛苦 一切都可以重来 当儿子失去了6年永远回不来 这是女主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地方 纵使心里有一万句对不起 她也认为自己不配得到詹姆斯的原谅 斯维尼托朋友从电视台找到了 当年Leslie中奖的录像带 女主当然会不高兴 昨天被揭开的伤口还鲜血淋漓 这段录像之前我们看过 但是少了母子俩最后的一段对话 詹姆斯的梦想是想拥有一把吉他成为歌手 她知道母亲的梦想是开一家自己的餐厅 6年过去了 儿子的梦想没有实现 母亲的梦想也早已被金钱和欲望消灭 斯维尼找来录像带是希望Leslie正式过去不要逃避 但是对女主来说谈何容易啊 于是两个人为了录像带的事情大吵了一架 Leslie说完终止之后给斯维尼炒了鱿鱼 是的 她又拿上粉色手机箱开始了新的流浪 太阳已经下山 街道上的气氛依然慵懒 Leslie就这样跟着音乐漫无目的的走着 最后在一家酒吧门口停下了脚步 酒已经上桌 价格是7美元 Leslie在汽车旅馆的时期恰好也是7美元 有时候真的造化弄人 之前一直求而不得的男人 却在这个时候主动找上了她 只是现在的Leslie今时不同往日 以前的她不会犹豫 她会直接酸入男人的怀里 现在的Leslie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靠近我 你又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 她的眼神比以往更加自信和坚定 那个用缠媚隐藏自卑的女人彻底消失了 反而是这个眼神躲闪的男人 更像堕落时的Leslie 女主说你一定能把我夸上天吧 是啊天上我去过了 摔到地面的时候很痛很痛 此时的思维尼站在小镇上疯狂地寻找着Leslie 她后悔操之过急地拿出了录像袋 她后悔不应该和Leslie争吵 她赶到酒吧的时候 女主已经先一步离开了 平时思维尼不是这样的 但是今晚她确实需要跟某人打上一架 找茬的皮特是个不错的选择 短暂的肉搏之后 镜头拉向了酒保 那个男人没有离开 Leslie的酒也没有动 男人再问酒保 她是否可以喝掉女主的酒 这一点再次印证了 她就是男版墮落Leslie 女主为什么能抵挡住酒精的诱惑 或许是她从男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又或者是她不想再回到 那个发烂发臭的堕落之地 从废弃雪高见的缝隙中 看向外面的那段戏很美 小罗吼叫着在黑夜中 跳着属于自己的舞蹈 在别人眼里 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但是Leslie看到了真正的自由 之后思维尼开着车回到了旅馆 Leslie惬意地点上了一根烟 等待着第二幕戏的开始 她给这场戏起了一个名字 兄弟情 第二天一大早 Leslie音响了汽车喇叭 重新站起来还不够 她要重拾自己的梦想 旅馆对面那间废弃的雪糕店 是小罗父亲生前开的 Leslie准备把它打造成自己的餐厅 斯维尼非常高兴 她给Leslie看录像的目的达到了 人一旦有了目标 就很难被黑暗打败 想要把餐厅开起来 前期费用可少不了 7美元的时薪 可没办法帮Leslie完成梦想 女主已经想好了 她会努力工作 找兼职赚钱 斯维尼也会鼎力相助 气氛已经到这里了 小老头也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来一段激情热闻 我觉得恰到好处 10个月之后 Leslie的餐厅终于要开业了 三个怪胎都非常的紧张 尤其是Leslie 从清晨到黄昏餐厅 没有等来一个客人 女主认为一定是小正常的人 在针对她 Leslie有些失落 她说想去外面抽根烟 却顺走了小罗怀里的酒壶 酒瘾不在心魔犹在 打开酒壶闻一闻 那是让人沉醉的堕落的味道 她若有所思嘴角微微上扬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下了脚步 只有Leslie知道 那一刻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片刻的挣扎之后 女主把酒壶盖上 然后物归原主 心魔或许永远都会纠缠着Leslie 她需要更多的力量 才能彻底打败她 这个力量可以是梦想 可以是爱情 也可以是亲情 已经到了打烊的时间 餐厅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顾客 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 Leslie的婆婆 和女主想的不一样 她并不是来幸灾乐祸的 她是来寻求原谅的 I'm sorry for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me? I'm sorry And you were right I could have stopped you I saw what was happening I could have stopped it And I didn't I was having fun But for all the nights You made me hold that little boy All the times You made a liar out of me When I was the only one Telling them Don't you listen to them people I know your mama She loves you too much To do you like this You shouldn't have left I don't care How bad you fucked up How stupid you looked That little boy loved you We all did I never going to forgive you for that And I don't ask you to forgive me But I think we've all done enough suffering 然后婆婆要了两份特餐 说明外面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便是Leslie内心深处 紧握不放的那道光 詹姆斯她又一次站在了母亲的面前 Leslie有了眼前这两个男人 她必将更加强大 电影将在这温馨的氛围中结束 有人一定在感慨Leslie真的太幸运了 她幸运的中了大奖 她幸运的得到了那么多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命运把Sweeney送到了她的身边 命运送她来到了那个幸福的汽车旅馆 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路上错过挣扎过改过 希望迷茫的你也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汽车旅馆 我是帝叔 这是Leslie 这是所有改过自新的人 我们下一个电影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来自新的人